佛师门中不舍一人 观世音菩萨是最好的榜样 大悲愿力 唯于发起一切菩萨 按摞成熟诸众生故 现作菩萨 他早成佛了 大悲愿 视现为等觉菩萨 帮助诸佛如来 教化众生 又观音三昧尽人 观世音在我前成佛 明正发明如来 我为苦心的子 这个里头顶户就是释迦牟尼佛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观音菩萨成佛在释迦牟尼佛之前 当时 这种佛的得好叫正发明如来 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是修苦心的弟子 佛菩萨 佛菩萨真正不可思议 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 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 年龄前发明正不可思议 以古观世音如来 受如幻文殉文修 经刚三昧法 从文四修入三昧地 泛文自信得无上道 冷言精神 经文有说出 观世音菩萨的音地 第一些公案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句历史 确实 九云界 他就有很好的修行功夫了 在那个时候 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佛传授给他这个法门 如幻 闻熏 闻修 金刚三位法 这是他修的法门 闻熏 闻修 都是从尔根入门 所以菩萨尔根最理 上面这如幻两个字很重要 如幻两个字是真实智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些法都不是真的 你能用这些方法 回归自信呢 用这个方法可以回归自信 明信 明信见信的时候 这方法就不用了 如果执着这个方法呢 那你就错了 好像药治病 病好了 这药就不要了 病好了 病好了才吃药 你还在生病 你的病没好 病好了就不要药了 药就没有了 我们众生有病了 这个病就是 七心动念分别之主 这病根 这个三类病根 统统拔掉了 没有了 佛法就没有了 药就没有了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前头如幻 如幻软 看不过 知道一切法 没有一样是真的 如梦幻泡影 佛法也如实 精干精实的好 一切有为法 佛法是有为法 有作为的 有作有为 所以它是神灭法 佛法的理 是不生不灭 是正常 世间一切 万丝万物的理 也是真 也是真 一个道理 理是真的 相是假的 性是真的 所以智慧 能够认识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对于真假 都不能止住 都不能起心动念 真的里面 没有起心动念 你起心动念 就错了 假的里头 本来就起心动念 你起心动念 你离不开假 那个假 你永远丢不掉 为什么 为什么你起心动念 所以 一切法当中 不起心 不动念 就对了 然后才晓得 真旺 也如 真旺 不二 这才是圆满的觉悟 叫圆久 从文思修 文思修 是菩萨三会 界定会 是声闻的三叙 声闻三叙 是由次第的 应接得定 应定开会 不能够列等的 菩萨三会呢 三会是 一二三三二一 它没有阶级 它没有先后 什么叫文呢 这个字是个代表 六根 界出六成境界 叫做文 用观是音菩萨的意思 观音菩萨 而跟随理 而文 耳根 听到了 眼睛 看到了 也叫文 鼻 闻到了 也叫文 身体 接触到了 也叫文 心里头 知道了 也叫文 它是一个代表字 它是一个代表字 这叶文呢 死代表明了 你看这 你想一想吧 想就明了 不想不知道 所以死代表明了 一接触就明了 这叫死 修是什么 修是断霍 这明了不就没有霍露 就不迷霍露 所以它是一次完成 它没有 不是三个阶段 不是像戒定会三个阶段 菩萨文师修是一次的 一 二 三 三 二 一 要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那就完全错了 我在找你 很早了 道安法师 办大传佛学讲座 请我去做主讲 我教了三年 教了四年 三年是总主讲 最后一年 我担任一门工苦 遇到一个学生 哪个学校学生忘记了 都是大学生 上课之前 他来找我 告诉我 他有法师 我听经已经停了两年了 我们上课什么一个星期天 下个星期天我不来了 我说为什么 他学菩萨三会 我要回去 去研究 哦 我说 研究个几年 你再去实行 是吧 对 我说 今天这堂课 听不听 请 今天让他听 他说好 我跟大家讲温思修 我说这个同学 你看 听了两年经 两年经是什么 道天图书 他要回家去研究 研究是什么 叫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个两年 再回去 他要去做 去行 那是这么个行法了 胡作妄为 全错了 戒定会时 是分三个阶段的 文思修不是这个意思 是一词完成了 一接触 去觉悟 去觉悟 就明了 觉悟明了 就是词 不疑惑 疑惑没有了 那就叫修 他是一桩四经 不是三桩四经 不能告诉我 下个阶的时候 问他 下个星期来不来 他还来了 这是把 名词解释错了 文思修是菩萨散会 不是圣文 所以 这个是 法神菩萨 不是普通的菩萨 接受 如幻 闻寻 闻修 金刚 三昧法 这法 修学的方法 这个方法 从闻思修 如三摩地 三摩地是禅定 在禅定里头 反文自信 可不如 我们一般人 文 都对外的 六根 全往外头跑 眼 圆外面的舍 耳 圆外面的身 六根的向外 随人行浮动 佛法呢 叫我们从外都受回来 叫反外 反过来 不向外 向内 内是什么 内是自信 向内就见信了 向外 你所见的是尘 六尘 向内就见信了 反文文自信 这你不能用分别 不能用止住 不能用齐心动念 六根在境界里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就是反文自信 这种功夫 一般人做不到 所以楞严金 自古以来的诸解 多用天台大使 三知三观 来解释 行 三知三观 我们一般人 可以做到 但是佛在论言经上 所说的 不是讲三知三观 佛在论言经上 所讲的 是 十月十日 用根 是什么呢 是就是 其心动念 分别之处 愣言经教的方法 教我们不要用识 用什么 用根 根是根中之限 那 言 就进行 就进行 闻信 闻神 那个神不是真 那是心 神 信 他就进行 如果这个里面 有妄想分别 执着在里头 眼见的是 尘 色尘 耳闻的是 神尘 比秀的 是相尘 舍长的 是未尘 叫六尘 尘 然无自信 焦光大师 虽然说的好 他做了一步诸解 楠言经 怎么 焦光大师 说的 确实是 楠言经 佛所说的意思 谁是勇敢 谁是勇敢 谁能做到啊 没有人能做到 太高了 天台凡夫 能修 谁是勇敢 是法身菩萨 不是见心的菩萨 做不到 所以他太高了 但是说的 一点都错 观音菩萨 梵文文字 心诚 无上道 他用这个方法 成佛了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 众生根性最立的 是耳根 我们看东西看不通 听听得通 所以文书菩萨 在楠言会上 为我们 凡夫选择 选择 六根 他说 瓷放真教体 清净在英文 释述 释述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讲经 用音神 我们听释迦牟尼佛 说法 孔子在中国教学 也是用音神 不是用文字 孔子那时候 有文字 文字是帮助的 音神是主要的 释迦牟尼佛在世 也是音神为主 讲书为主 文字几乎没有 没有人记录 一直到佛灭度之后 弟子们 这才会起 佛医生所教的 阿难 这是记忆力最好的 听一遍 几乎都不会忘记 请阿难复讲 无法阿罗汉作证 证明阿难所说的没错 用文字写下来 成为经典 流传个后世 所以说明是 耳根最厉 观精卫 大四顶上 圆光中 有五百画福 如 释迦牟尼 夜夜画佛 有五百画菩萨 无量诸天 以为是这 这是观精上 释迦牟尼佛说的 观世音菩萨 顶上 连光 就是头顶上 这远光 这方光 那个光中 有五百画福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每一阵画佛呢 又有五百画菩萨 还有诸天 还有诸天 无量诸天 为是这 拥护 这尊佛 那么一一画佛呢 有五百画菩萨 也唯一是这 这个底下 我看错了 还漏掉一行 又每一间 豪像 被七宝石 流出 八万四千种光明 每一间 别豪 不要好好放光 光中画福 有五量 五数 百千画福 一一画福 有五数画菩萨 一位是这 那么从这个认像里面 我们能够体会到 菩萨的智慧 菩萨的功德 不可思议 从这些地方 我们能深深体会到 大臣经上唱书 福福道通 为什么 臣服 正得 圆满的信德 这些现象 是圆满 信德里头 自然流露 佛菩萨 决定没有 起心动念 所以说是 自然流露 如果起心动念 他就不是 不是法圣菩萨 起心动念是 是法界里面的 没见性 没见性 别教三心 别教里头 是柱 是心 是回想 没见性 原教 粗度见性 别教 粗地见性 所以 在断正 这一方面来说 别教出地 等于 原教出诸 别教的三贤菩萨 没有处理 是法界 他们在 私生 私生 法界 所以 正得究竟圆满 是决定 平等 臣服是 真平等 大约 大约 小龙